大家好,我是刘凡斯大,欢迎走进白浦节目 白浦里的浦,那我们分享你的奇事妙想 那我们对测九个乐手进行一次测一个革命 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盘棋是来自江西丰城 两位少林棋手的队区 这是由丰城棋院和丰城国际协会给我们提问的棋谱 希望在这里呢,对他们有一个指点 好,我们来看看这盘棋 这两位学生呢,一位小区,他学期一年慢 另外一个小前途人呢,他是十岁,学期两年 好,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的对局 这盘棋呢,他希望呢,就是说讲到详细一点 对棋的道理和群局的这个,要加以阐述的更多一点 第一呢,这个棋呢,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 黑棋呢,错小木布局 白棋呢,新错小木 因为这个棋是错开的时候叫错小木 在这里呢,就是新小木布局 这个时候呢,挂这个是很正常的一步 但加这部棋呢,略感呢,稍稍有一点偏 因为这个棋呢,这是在 我在全国各地来讲棋也好 包括在频道和很多嘉宾 看着很多棋谱 来看这个棋来说的话 像这样的一种情况来夹击的 都是一个普遍现象 这个棋呢,就是棋里不通 走之后呢,黑棋很简单的 一些变化都会造成 白棋这个棋啊,很困难 如果拖成这样 先损再得的话 这一夹击,拆尖逼 如果我们再来看这个棋 腰刀定式的话呢 也是一样 虎住 走之这样,然后你如果拆的话呢 来,还在夹击 这也是拆尖逼 就说呢,拆尖逼这个棋呢 它是一辅两用 在布局阶段呢 它尤为更加严密 因为这个时候布局阶段呢 它可不是说一目两目的概念 它是一个大厂,一个大厂的概念 它这个棋本身这个拆尖就比较大 在第二呢,它是鲜少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白棋呢,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夹击这种下巴是很少见 有两种普遍的形象下巴 一种是拖 如果你扳 它退 你粘住 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下巴 我把它摆细一点 大家可以看 然后你挂脚 这挂脚当然有很多种挂了 这个我们就不一一地在阐述了 第一种 第二种呢,还有高度在这呢 想把这个棋呢,下得灵活一点 那么呢,在这保留它一切下巴 然后呢,再往这儿 反挂过来 这也是一种下巴 如果你呢,压制我的话呢 就相当于是你走高木 我挂脚,你飞压 那么说呢,我就相当于我走木岸 你挂脚,我也飞压你 这也是一种契合下巴 一般扎的比较多呢 是这样的夹击 二斤加 那么说呢,有可能这个棋林 也会成为这样一种长形 然后你弧重 它叫飞 这是一种长形下巴 黑棋呢,也有一种下巴 就是直接往这儿拆 然后呢,飞 走成这样 走成这样之后呢 然后就往这儿跳一会儿 当然这个棋 低挂这个棋就下得更普遍一点 就说呢,有这样的一些下巴之后呢 就感觉 白棋呢,是溢在打散局面 这个下巴呢,就是起你的问题 因为现在的书籍呢 讲到这个棋林的这种道理呢 不光是光碟也好啊 包括那个书籍也好 就讲得比较少 所以说呢,大家学的东西都是很实际的一种下巴 这个呢 这个在围棋的经文来说 还是一个空白 有时候棋林方面的书籍呢 可能呢,也要收集一下 现在这样呢 就形成了一个这个下巴 这个下巴呢 现在白棋呢,是往这儿定住 这个下巴是很少见的一种下巴 现在斑 看到了,黑棋在这种情况下就上当了 黑棋是这样打吃的 我们先看看实战图 实战图是这样打吃 那么说呢,再打 再粘住 如果再打吃的话呢 这是一个实战图 再把它跳 跳到这儿了 这个棋,黑棋,灰 因为黑棋所有的子力都没有发展 而且目数也不要 不得了 白棋呢,限制了两个子的发展 黑棋两个子的威力 然后呢,这个棋对全局空洞的局面 起到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引导作用 那么说呢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是有怎么样的下巴呢 就在我的意义里面 这个下巴 白棋是不能成立的 这个棋必须要往这儿打吃 打吃呢,再退 正常的一个定型变化呢 是断 当然还有一个片章 我们先看看这个断的下巴 在单沾 沾在里面 拿好黑棋 闭一个 把他去拐吃 走成这样之后呢 拿好黑棋 黑棋飞起来 黑棋飞到这儿 这个下巴可以肯定的说 这个棋白棋大亏 因为白棋在这里 活了四木棋 墨水也不多 然后呢 白棋在这一带呢 很薄 他要在这儿补锡 黑棋就往这儿拆 这两边都走到边 来着中间这七个子呢 一蓝秒完全安定 所以这个棋呢 白棋大亏 所以这个地区是不能选择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白棋的一个片章 这个棋呢 一般人还解释不了 就是这个时候 打这个 打这一步棋 如果你没有到一定的水平 你这个棋是解释不了的 打这儿呢 你如果你现在沾到这儿来 被对方一压 那么说呢 这个棋 黑棋就有崩溃的危险 因为这个局部呢 白棋是火棋 然后呢 对这三个子 和这四个子的压力 压迫特别大 那么说呢 这个棋要怎么找呢 要打吃 提掉之后 然后再哄不住 这是一个很好的下方 然后它长的时候呢 你往再哄 把这个棋呢 棋路走上 黑白棋的这一带呢 是捉不到黑棋 你自身呢 还有一个断点的问题 所以当它走成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再飞一个 这样的话 这边呢 得比这边呢 很轻轻做火 走成这样的话 我必须要说一下就是 它吼的时候呢 白棋为你不藏这个不起 藏这个不 藏这个之后呢 黑棋飞的话呢 白棋是吃不了黑棋的 就是在这个时候 现在你是三口棋 搬的话呢 是不行 搬因为腻下去 所以这个棋 如果你搬这样呢 它吼住 你怎么 怎么都收不到三口棋 所以这个棋呢 白棋就死掉了 那么说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棋 应该是怎么样来 应变一下 走成这样的话呢 黑棋又发现一个好 白棋又发现一个好手 扑了一手棋 这步棋呢 觉得大家不以为然 但是打到这里 粘住的时候呢 再一哄 这意外的 黑棋死掉了 扑的时候呢 正好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 达到一个紧气的效果 你怎么下 都逃不掉 所以说呢 扑这步棋 看似妙手 但是呢 黑棋 它的一个防范措施 就是单粘 你打吃的时候呢 它在单粘 你必须要挡住 它在冲 它拐的时候呢 它你在单拐 保留这两个线索 这个棋呢 白棋大亏 这个棋 白棋虽然吃到脚 但是呢 黑棋这个边呢 外势 厚实无比 所以这棋 白棋大亏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这个图形呢 是很有趣的一个下方 我呢 详细的把这个变化 讲给了一遍 希望呢 呃 可以说 我也是带着比较 很感动的一个心情 来摆这个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次呢 封城呢 呃 冲城举 每年呢 这几年 每年举办 全国的那种大赛 呃 叫封城杯 所以这样吸引呢 吸引和呃 给很多 想充足职业段位 包括呢 呃 所有的那种 业余抢手的一个呃 任兵的机会 那么说呢 分城市呢 他们这个围棋协会呢 呃 都不是专职的人员 都是由 各个的单位的爱好者 组织起来的 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呃 一个组织 然后呢 他们但是呢 他们在推行这个 封城围棋啊 呃 封城 呃 听说已经马上要申办 围棋之乡嘛 那么说呢 他们在这个围棋协会呢 也不予余力的 让自己的 以 热情 以不光是在自己爱好的同时 还要延伸到人呢 培养下一代的 呃 重量上面去 所以这一次呢 他们 直接 寄过了几盘 棋谱 有 有 小孩下的 呃 学生下的 也有 老师和学生下的指导棋 我觉得这就是围棋的一种希望 好 我们今天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棋呢 现在走成这样的一种局面呢 这个棋肯定是黑棋大亏 但是因为黑棋现在 挂脚 加棋 这个棋呢 老师要让你自己 有一个发挥 就是外势发挥 这个棋呢 你们要记住 下棋啊 他有的时候 有支持一手 有的时候呢 他没有支持一手 他呢 有多样化的想法 一般说 你如果 因为这个棋 它很厚实 外势很大的话 那么你可以考虑 直接往这跳一个 跳再一分 再往这一分 这其他这个棋 呃 想再怎么样 为大控或怎么样 你已经把它削弱了 呃 因为对你们的水平的要求呢 不是说像职业的要求那么高 首先要知道 目的性 这是一个目的 那点脚好不好呢 点脚也是很好的一种下方 那点脚的目的是什么呢 点脚的目的 通常可以说是叫 先捞后洗 就是说呢 先捞控 然后呢 再来破控 破控呢 就是你这个棋 未来呢 这个未来有加 有差别 这样的破控 是怎么攻击他 点这部棋 破控怎么攻 呃 这个棋呢 那我们就追 追寻到什么呢 价值来谈 呃 我们一直在摆很多爱好者的棋的时候呢 经常呢 绝大多数呢 就谈到 攻与防 那什么叫攻击呢 攻击实际上就是 当你没有存活的时候 或者没有安定的时候 他通过压迫你 会有利益 这就是攻击 当然呢 最高境界就是 当他没有这个 呃 完全具备调整情况下 你攻击的最高利益就是把它吃掉 呃 那么就呢 在这种 情况上面呢 其实攻击呢 你也是要比个大小的 那么就他自闭也是一样 现在呢 我们来看看这个棋 他点 点了之后呢 实际上这个下巴呢 是点了这样来 他这个棋下的比较 美丽 但是相反又比较矛盾 呃 为了名人黑棋往这 直接往这 切过来之后呢 然后再一下 那么迅疾只能把这个棋全部破掉 现在我们怎么样对待这步棋呢 其实很坦然 如果你挡住 这就很轻松的 把这个棋化解掉 呃 可能你们很会很惊讶 但是呢 我觉得不是在忽悠大家 因为走成这样的话 他如果爬的话 我猴住 他如果往这走 或者这样跳 那么就呢 我就会肯定的去判断什么呢 判断这个棋 那值不值得在这里来持工 一定要说你在这儿走完之后呢 我让这个棋挂脚特别大 挂到这儿呢 白棋呢 先手掌控全局 而且这个棋外势 后势无比 那么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 攻击他之前呢 实际上就是告诉你 这棋我没有必要去攻击 另外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棋 第一不具有攻击条件 第二呢 你走这个大厂呢 破我这个空呢 我认为呢 这是很正常的一部棋 我通过挂脚 把这个棋的损失又得回来 就好比这样的下方 如果黑棋呢 他认为这个棋 白棋啊 不好攻击他的话呢 他这个时候是可以考虑直接手脚 那这个棋的目的又不一样 他认为如果你这样拆边的话 他一爬 你是不能挡住 你挡住这个棋有段 这里针不掉他的话呢 这个棋味道很坏 好 他如果往这儿打刺的话呢 你说这个棋 让你走到这儿来之后呢 我未来啊 我通过点完之后呢 我再进行自估 这样的话 如果我自估成功之后呢 我这里抢了一所大厂 跟你这两所交换的 我这个大厂 跟你这部棋交换 你这是当官 我这有目 然后我再来自估 这个就促使这部棋 这两所棋 和起大转 这里就转了 这里又是央官 就会形成这样 那么说呢 都是通过指效出发 怎么样压制对方的效率 来思考 所以说到这个来说 我要回答你这个问题呢 要通过全局的一种构架和价值的价值观的一种取舍 比较 来回答你 能不能攻击它 所以点这部棋呢 这个棋稍稍微的抹 走 再搬住 拿住 这个棋有问题 这个棋必须要立下去 当它 当它贴起来的时候呢 你要断 这样的话 才是最严厉的下方 你走出来 把它搬回来了之后呢 这棋感觉要差一点 然后呢 把它去加力 反弹了一点 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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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掉 走到 走成这样的一个局面了 走成这样的局面呢 走到黑棋来说 走到白棋来说的话呢 这棋肯定是要补齐的 但是呢 呃 补齐是让自己 齐行很完整 那么这棋我告诉你 这棋应该是单压一个 不要让自己的齐行呢 那很 很不好 呃 如果它要是往这儿走呢 那这个时候它就 它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可能 你会强行的这样 打出来 这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强行打出来 然后煎出来 这个棋也是很严密的 把它分断掉 然后呢 这个棋它要补活 这块也没有活 所以它只能单粘一个 单粘的话呢 未来再冲断的话呢 这个棋少充一手棋 对白棋的气啊 也有很大的帮助 如果这个棋会脱先 未来再冲断的话呢 再冲断的话 你要打吃就不要害怕 这个没事 但是实际上如果这样两手交换的话呢 被黑棋这样贴的话 这个棋就死掉了 所以这个棋也是要有一个 有很大的区别和比较的 实际上冲一个 挡住 现在呢 他提了一个问题 他说现在这个棋要怎么样发挥后世的威力 我觉得现在是呢 不是发挥后世的威力 而是首先你要补齐 这两手一交换之后呢 这有个冲断 所以说呢 白棋在这一带攻击它 其实是一个误区 相反 让黑棋要先手把你这个空打掉了 你这个时候 这个这部棋呢 沾这部棋呢 成为一个什么呢 成为极锁 你这棋必须要补齐 所以说呢 你没有办法不走 实际上 补这个 如果老师 是我来 我来下的话呢 这个棋我想的不想 直接把它 白棋靠对着的想法呢 是想把自己围起来 就说 哎呀 你这样顶吧 你如果这样顶的话呢 从局部我是亏损 但是从全局来说的话呢 我会做得很大 但这都影响情愿的下方 这个最好的下方 是往这儿飞一个 这是敞和下方 它不能往这儿拖 拖得可以搬住 它退的时候呢 然后 你再顶住 这个棋 这个下方是很好的 它沾的时候呢 你再长 它这个力的话呢 你再长这个 这有冲断 这个下方一定要记住 实际上呢 双方对这个 后市的威力来用 情况没有注意 没有 也没有注意冲断 靠了一个 弯 退 这个棋 这个棋的态度表明就是 我一定要这样围 这不能这样 下棋还是很灵活的 如果你非要硬硬硬生生的去 把任何棋要 要很深硬的表达出来 你的想法的话呢 那么这个棋就下得没有意义和趣味了 这棋必须要往那儿加一个 它不用往那儿打 如果打 如果虎在的话呢 你打吃之后 然后你再往那儿跳 那么这个棋的差别很大 如果你沾到这样来 这时候 力量把它补起来 它飞的话呢 它再来加击它 加一个 它补起来 然后你再加击 这样的影响法呢 就体现出什么呢 就体现出 这个棋白棋而面后 是 这一个灵活性 你如果往这儿下呢 我就跳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棋 黑棋是火棋 因为黑棋有枪 这是好手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观察 这个棋 白棋自能这个棋 就围得很大 这个棋就往上移生 你不能跳 你跳的话 只有天 所以这是一个好点 你早在拿 再压住 大家可以在这呢 在这种情况下 做一个体会 实际上呢 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择手段呢 就是完全完全不想 未来你损失多少 这一拖 如果你没有下一手的话 这些损失是很巨大的 实际上还是搬 让白棋这个棋 很安全的全部围起来 这个呢 稍微的 我来跟你 琢磨一下 你也可以考虑挖一手 或者断这一手 断那就不能往这儿打吃 这一打吃 然后你敲打 这棋 有冲锻 这棋呢 也是 黑棋不错 但实际上呢 这个棋里没有这样下 这个棋 目数损失就相当大了 这棋也是斑的 这比较熟 打吃 等于这样 有一个什么大的区别呢 你如果往这儿闭呢 这是后手 如果你往这儿围啊 这个棋 你愿意加你这个棋 你就这个地方有一个大 困难 在完之后 然后它就闭回了 所以这个棋是前后有点矛盾 那么说呢 后来你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棋 当我在这儿来的时候 是不是微小了一点 这个棋呢 我就 我其实我的答案已经在刚才啊 已经说出来了 就是说 在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这样进行 这里漏风 这里漏风 这里出问题 然后这里是嚣张要点 你四个点 你很难选择一个点 你走 往这儿吧 你要往这儿飞 你往这儿飞吧 这有加 所以这个棋呢 你很困难 实际上呢 往这儿跳 往这儿围呢 这是不好 这样围啊 是不行 要围 假如说这有齿的话 要围是往这儿走 这是相当的销掌要点 自然能慢慢的走 而且一块大货 不可能说 你整块货把它围起来 而是说 要碰面一下 黑漆有多少木 这样 我们做一个比方吧 你刚才这个地方有十木器 好 这里二十木 三十木器 四十木器 四十五木器 好 它有四十五 加这个有十木器 五十五 那么说呢 你这个棋呢 五十五客户贴弄的话呢 你这个棋 你只要围三十七八木器 这就会跟它抗衡 如果围在四十木器 你这个棋 在它不围控的情况下 那你这个棋肯定是你好 所以说呢 这个棋又很简单化 不一定说 非要围 围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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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把漆 提掉 然后再补了一个 补一种 这一期终于发现 发现这个漆有问题 然后再一段 这个漆就下得很好 这个时候如果要发现这样的漆 应该是悬崖热马 而有的时候不能挡 你非要挡那你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漆可以考虑悬崖热马 它长的话脑里要坚重 如果它要飞的话 那这个漆固然是大 但是呢这是以前造成的问题 所以你没有办法弥补 让你真气的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下漆经常说的 要拐弯 先来搬一个 这一段 这说明我们这个 这个小曲同源 还是有一定的力量的 和计算力 断 打吃 它就觉得这已经有收获了 其实呢 如果是这样下的话 可能收获更大 再跳 把它虚弓全部 全部抹杀掉就完了 先把这个来退 黑棋 黑棋在这个观念的时候 依然没有悬崖热马 必须得拖这个 今天往这一压 这时候已经 已经不是先手 黑棋在这一段 处理上面呢 比 比白棋 比白棋 这个同学呢 处理的要更灵活 一样 为什么呢 你看 这些反打的一首 他跑一个 来 尝一个 这个决心 要吃 走成这样的时候呢 就跳了一首 其中死掉 其实这个时候 你可以不走了 直接藏给你 他如果再往这儿打呢 你再往这儿一飞 后就死掉 你再往这儿跑 你再搬 他要往这儿吼的时候呢 你再一飞 这也是死掉 他再走掉 你就直接吃掉 就是很简明 其实你跳这个 就是保护这个断点 实际上你是往这儿打吃 他出一个 打分 再打吃 再提掉 打分 这是 这是那个 他们这盘棋 下来的 现在这个为止呢 他们 机会 这盘棋 这是一个全 全死图 所以 这盘棋应该是 黑棋中盘获胜 那么说呢 我们呢 回顾一下这盘棋 因为呢 他们做教练啊 或者他们封城的 那个棋学的 很关心他们的 这个爱好者 把这盘棋 寄到我们再来 他最后呢 很总结的一句就是 请问一下 这个棋 以他们这个水平 怎么样来进步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 他们现在学棋呢 学了一年半 或者两年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这个进步 我认为是比较快速的 因为我教棋呢 我也看到很多 虽然我没教过启蒙 或者出去这样的水平 但是呢 我真的我看到呢 很多学生 在学一两年的同时呢 是很难达到这个水平 那么说呢 这直接来说的 说明就是 你们协会的工作 是做得很好 所以第二呢 就是说 他们的年龄呢 也是很有优势 并不是四五岁来学 而是说 十岁 十一二岁来学起 如果要说 我觉得他们 有哪点建议来说的话呢 就是我希望 他们在那个 要打谱的同时呢 一定要对每步棋 每个变化 进行深究 这样的话呢 可以探讨出 很多棋的道理出来 这对他们进步很重要 第二点 要对第一次的变化 要有一定基础的掌握 这两点是我 对这两位同学提的一件 建议 好 清明百谱就摆得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